贾总绝对不是骗子 你见过这么努力的骗子吗 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用过他的产品 他的产品的质量做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买过一款乐视手机 就这一款 神奇的是这一款手机到现在还能用 再者我认为他是正义的企业家 如果非要用收割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话 那我认为他只收割镰刀不收割韭菜 他不赚穷人的钱 因为间隔了太久了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乐视当年谁入股了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孙红冰 许家印 孙红雷 黄晓明 道威等等一线的明星 这些人是韭菜吗 这些人我认为是妥妥的镰刀 所以说你看他挣穷人的钱吗 他不挣穷人的钱呀 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杠金要反驳 请你把嘴闭上 他收割你了吗 他骗你了吗 没有吧 我是在2016年毕业的 当毕业那会儿我们同学就在讨论 说贾跃亭要造新能源汽车 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觉得不可能 当然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汽车就应该加汽油呀 你汽车充电让他跑 这是多么滑稽的一件事 这汽车还能有力吗 他能跑多远 没电了怎么办 但是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未来理想小鹏 哪个不是千亿是之 现在回想那个时候 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理念 并且在国内第一个开始践行的 哎呀 真是 真他么牛逼 而且 他给国内太多创业失败的企业家提了气 没有被几百亿打趴下 口罩三年 多少企业家倒了下去 多少企业家一度濒临崩溃 老贾的存在 可以说是这些创业失败的企业家的一个灯塔 老贾的身上绝对具备企业家精神 这里有人可能又会反驳 有个屁 他都跑国外创业去了 那你反过来想一想 就是把我逼到国外 我也要把这件事做下去 这个人的内心得多么的强大 如果在国内做这件事 那你想想他面临的遭遇都有哪些 天天为追堵截 别说创业成功了 你就连门都打不开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 到底YT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 刚刚看了他的FF91发布会 我找到了答案 我认为YT精神就是为梦想窒息的一种精神 真的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亡者归来